更多久 在這裡要舉個例子 當作今天這堂課的開場白 上禮拜有位同學 在課程結束以後來找我 他說 問我知不知道 有那么一种理论是水深的人类起源 我说我从来没听过 他大致跟我描述 说他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说人类的早期生活里头 有一段时间是在水里头度过的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毛发 可能跟水深环境有关系 我还是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个理论 我不太好意思 我也觉得他可能互讲 那么回到办公室 一个小时以后 我收到了《科学人》杂志 寄给我的下下期的科学人的内容 我看了开心极了 那篇文章叫做 The Naked Truth 赤裸的真相 谈的就是在所有的灵长类里头 我们是唯一赤裸的 我们没有毛发 几乎没有毛发 是不是 我们只有头上 只有身上几个部位有毛发 其他部分是赤裸的 这个赤裸的背景到底是如何 这是一篇我读了精彩极度的文章 那里头就提到有那么一个box 一个小方块里头就提到 The Aquatic App Theory 水深的猿猴理论 那他有这么一段解释 我恍然大悟 果然这位同学讲的是有所本 在1960年代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学者提出这个说法出来 可能不是一些学者 就是一位学者提出这么一个说法出来 说我们所以没有毛发 是因为我们早先在猿猴阶段 或者从猿过渡到人的这个阶段底头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水里头度过的 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没有毛发 所以确实有Aquatic App Theory 不过那个box里头的重点是说 这个理论今天几乎都被扬弃了 也就是得不到明确的证据来说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阶段 我简述一下子这篇文章的重点 因为它跟我们今天上课内容 确实息息相关 我们谈演话 谈自己不是一件很缺身的事情吗 我们为什么没有毛发 在座哪位同学可以发挥一点说法 何以毛发要丢掉 在演化的过程里头 我们不是刻意丢掉的 是不是 演化是一个适应 是个天责 天责不尽然是竞争 不是你死我活 它跟环境的筛选有密切的关系 谁能够活下去 谁能演化进一步的发展 是跟你的升职成功有关系 升职不尽然是斗争 它是跟环境的互动密切配合 在这样子的知识背景底下 何以我们把毛发脱落掉 哪位同学可以举手发言 那是人类进入血居之后 如果有毛发的人类 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生细菌 好 这位同学讲的 我觉得很有道理 是不是 就是你进入血居生活以后 毛发可能是一个藏污纳垢 让很多寄生虫很多细菌生长的地方 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好 这篇文章里头有提到这个可能性 但是它没有把它列成重点 但是显然是一个论点 是不是 有论点就可以检讨 来 还有没有其他论点 这位同学 因为有衣服 因为有衣服 我上个月 上个礼拜我在杭州 跟大家上课之前吧 还之后 我忘掉了 之前 我24号上课 是不是 我23号从杭州回来 在杭州我花了三四个小时去参观一个博物馆 叫做刺绣博物馆 在西湖边上 里头展示出早期的服装 那唐朝的服装漂亮极了 汉朝的服装漂亮极了 我大概能看到将近三千年前的服装 因为这个服装在墓穴里头能保存的时间很难 有三千年就很不错了 三千年前那些衣服是用丝织出来的 精巧的保存 让我们知道那时候那种宽大复杂的服饰 但是今天你把它穿在我们身上的话 可能各位比现在你看到的样子还要俊美 还要妇媚很多 因为时代很漂亮 但是人什么时候穿衣服呢 你还记得我在这学期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给大家看过一张图 是冰仁奥兹在阿尔比斯山上头 找到的一副五千年前的骨骸 旁边散落了一些它的服饰它的工具 然后把它复原了以后 看它穿什么样子 那么人类可以追溯到的最早 跟服装相关系的 我们找不到服装 但是找得到其他的线索 例如我在杭州 我去看了浙江博物馆 里头有一个展示 谈和姆渡文化遗址 和姆渡是浙江省 在七千年前的人类遗址 七千年前 旁边有水稻的种子 所以告诉我们清楚的知道 那时候人已经开始种水稻了 旁边有很多其他的植物的种子 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吃哪些东西了 有核桃有什么之类的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一个的残茧 那些残茧是只有家残才做得出来的残茧 所以告诉我们说七千年前 住在江南的人已经会种伤养残了 而且他养的残干什么 显然就是抽丝 抽了丝干什么 就是做衣服 所以七千年前 中国人已经会用丝来织衣服了 但是衣服起源于什么时候 就更不知道了 所以人类把毛发给脱落 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看复原的阿法南猿 阿法南猿是250万年前的人 但是人科动物 不过我们都把他的毛发画得非常的浓密 所以Naked human指的是我们现代人 现代人起源于二十万年前 有衣服穿大概七千年前 也许再早一点到一万年 所以是穿衣服让我们把毛发脱落吗 这个机会显然有可能 但是无可考据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回答你的想法 很好 还有没有其他想法 用火会把毛烧掉 很好 那这是一个可能性 是不是 因为其他动物都不会用火 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担心 但是为什么头发不掉 不会头是生火 那背上呢 屁股呢 背对的火 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你把人的特质跟生理特征连在一起 来好像还有举手的 来那位同学 什么 迁徙 为什么迁徙就不要毛发 迁徙的时候毛发可能变成障碍 是不是 为什么变成障碍 也就是说太热了 是吧 好 这是很好的说法 来 或者还有同学 排汗和散热 好 排汗和散热 你们两位 谈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 人类处在一个多变的环境底下 人的起源很可能是从热带开始 在热带地方最大的问题不是要保暖 而是要怎么样 要散热 在这种情况底下 能够把毛发脱落 能够流汗 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是不是 我们不是自我选择 而是环境的筛选 让那一些处在高热环境底下 整天流汗的个体筛选出毛发少的 排汗多的 所以人类的汗线特别的发达 人类的毛发脱落 都跟早期我们演化出来的环境是相关的 但是除了把毛发脱落 汗线多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让我们比较容易不流汗 比较能够把热散掉呢 有没有其他办法 来 我们来说说看 今天举手的同学 我们一人发一张招待卷 来 什么 小便 也就是贫尿 好 你也很好 是不是 这也是把水分排掉 但是 为什么 把水 用尿的方式排掉会散热 水热疼疼的 尿热疼疼的 水的鼻子比较大 好 水的鼻子比较大 它变成气体的时候 吸的热会比我们用尿液排出来要有效 汗是很好的 汗因为覆盖全身 它离开是用气体蒸发 所以那时候吸走的热会比我们用尿排出来要有效 但是这是一个想法 来 还有没有其他想法 来 什么 肤色 肤色 好 肤色 如果是黑色的话比较容易排上肤色的 黑色容易排热 有没有这个说法 黑色容易吸收热 黑色容易把热散出去 黑色容易把热散出去 这个说法成立不成立 黑体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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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检讨这个问题 肤色的来源是什么呢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事实 也就是住在次道的人的种 不是人种 应该说人的种族 对不对 是黑色的 那个原因很清楚 是怎么样的 保护皮肤吗 减少紫外线对于我们DNA的破坏 这个很了解吧 是不是 黑色素是防止光线穿透到我们的肉体里头去破坏DNA的 但是呢 我们的生理需求 让我们非得晒阳光不可 你知道维生素D 还有叶酸 叶酸folic acid 是一个跟生殖相关的 男性产生精子 胎儿在你的子宫里头发育 都需要有足够量的folic acid folic acid产生需要有光线照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光是既需要排除又需要存在的 所以呢 在交织的情况底下 在光线充裕的地点 大家皮肤变黑 但是不会黑到像碳一样 那光完全照不到 所以还是有一点光可以产生足够的维他命D 还有folic acid 但是到了北边的阳光是或往南边 每年照到的阳光是少很多的 所以皮肤就很白 是不是 所以我们看不同人的肤色的变化 清楚的是跟那个地点的阳光充分相关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相关的就是鼻孔的大小 在非洲 在热带地方 鼻孔都是宽大的 这样子干什么 好快速的散热 对不对 所以要散热 你鼻孔要大 但是呢 对于北方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长出大鼻子出来 伴随着大鼻子还有什么特征 鼻孔变得很窄 所以如果你交个外国朋友的话 你就会清楚地看到 他们的鼻子高大 鼻孔其实是窄的 细窄的 那因为吸进去是那种刺骨的空气 在进肺帐之前 在鼻腔里头先加热 这样说了解吧 好 所以我们的形貌跟肤色 是适应于在不同的纬度 不同的温度底下演化出来的 那刚才我们谈的是什么 我已经忘了 散热 散热 散热还有什么方式 除了鼻孔变大或者鼻孔变小之外 泡在水里 什么 泡在水里 泡在水里 泡水里头可以散热 这也是一个办法 所以热的地方人比较会游泳 很好 这是一个想法 还有没有其他的 你们用这种创造力去考试的话 你们助教会开心什么 来 运动量提升 运动量提升 然后会怎么样 我们不是变两脚走路这样非常耗能 两脚走路然后呢 这样鼻孔嚼起来会更容易耗能 更耗能 然后所以可以散掉更多的热 可以散掉更多的热 好的 耗能跟散热这两件事情有点矛盾 因为能量是很不容易取得的 所以我们散多少热跟你食物的取得之间的关系是 有点负相关 是不是 所以这些因素是要考量在一起 文章里头谈的 它的另外一个选择方式 除了大家想象的这些都有可能有贡献之外 它提到的是让四肢变长 所以改变你的体型的比例 是不是 表面积增大了 也就是你的body的surface area 跟body weight中间 这个比例改变 所以表面积增大了以后也就比较容易散热 这样说了解吧 所以呢 你去看 在热的地方的人经常脚长手长的 然后冷的地方 哦 没错 那是爱是寂寞的人都很矮壮 是不是 所以大概就是有这些说法 所以等两个月以后 大家可以看这篇精彩文章的出现 我是先赌为快 我就当做今天的开场白 其实演化的话题 我不太想按照课本那个方式去讲却 那些你自己看 重点就是你要自己想 这些话题出现的时候 你如何用你知道的案例把它给串联在一起 讲出你自己的故事跟想象 然后呢 这才是重点 是不是 在上个礼拜 我们原来是要讲22章跟23章的 今天中午我翻了一下子 22章我欠缺了一个部分没有谈到 是谈以艾滋病做案例 来谈HIV病毒的演化 那这是一件很好的案例 我觉得跟现在时事很相关 跟生活也很相关 所以我找了几张图片呢 来跟人家谈谈 我们现在人类面对的疾病是什么 人现在可以活很久啊 上个月科学人杂志的 科学人看科学人访问的是高坤 高坤刚拿诺贝尔奖 你知道他上颁奖台的时候 他是一个多开心多无邪 他其实是一个失智的老人 他已经得了记忆衰退的问题 很多人到了老年 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疾病 你知道疾病在人类这个族群 现在是跟过往用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呈现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说过在100年前 人类平均寿命可能只有30岁 你生几个小孩然后就老死了 那个老只不过是30岁就老掉了 是不是 那现在人活100岁 同学我已经支持你讲话了 好吗 你讲话我耳朵轰轰轰的 好吗 没有事下课再讲 有事你就举手发言 务必改掉这个习惯 你看我几乎每一堂课都要讲一遍 但是放心 我不厌其烦 演化对于生物来说 它的筛选力在哪里 除了人之外 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是生殖到它老死 你看一棵树 它活了十年二十年 它活了一两千年 在它死亡的前一年 它都还在生孩子 是不是 家里头的猫狗不都是如此吗 您家的老猫可能有12岁了 但是你找个母猫给它 找个公猫给它 它照样去配对生孩子 那几个月以后它死掉 所以除了人以外 其他的生物差不多都是用如此的方式生活 但是人怎么样 有更年期 有更年期啊 是不是 女性的更年期是几岁 你说 五十几没有 大多数女性超过四十岁以后很难生孩子 你们的月经大概在四十五岁 大多数都会停掉 男生呢 你不知道 七十 七十 是不是 男生可以活到很老还生孩子 但是呢也只有少数例外 对不对 很多男人可能到六十岁以后 生孩子能力就大幅下降 我还没来 六十 所以我太太就警告我 有一次好玩 有个算命的说 你命中注定有个女儿 结果我们家只生了两个儿子 我太太已经过了更年期了 我的女儿在哪里 怎么来 这个是受到严厉警告 好 我们谈人 不谈个案 人是少数的生物可以活过你不能生育的阶段 还活很久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演化是什么意思 演化只去筛选你在死亡 停止在筛选在生殖阶段的生殖能力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度过了不能生殖的时候 我们寿命大幅延长了 演化在人这个物种上头 从我们是个单细胞生物开始 筛选我们千锤百炼 让我们几乎尽善尽美 但是只是让我们尽善尽美到我们停止生殖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生殖能力了 往后活的那几十年 过去的演化没有筛选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人大幅延长寿命 伴随着必然的就是老年疾病的重生 对不对 所以累积了多长的演化上头的错误 都会在我们老年的情况表现出来 所以人的疾病分两项 一个是来自于什么 外界的侵犯 一个是来自于内在的老化 外在的侵犯是经过筛选会改善 人类抵抗病虫害抵抗寄生虫的能力 都是保障我们在生殖年龄都还可以应付 会越来越好 但是老年以后那种关节的问题 记忆力的退化癌症的问题等等之类的 那就不在演化的范围里头了 所以今天医学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 怎么样解决老年的疾病问题 但是我们来看看 人类的挑战向疾病宣战 就在短短几年前医学看似战胜的疾病 但如今不但救敌人 卷土重来新的传染病也开始出现 让所有的人类面临严重的有时 甚至无法预料的威胁 人类面对哪一些主要的疾病呢 全球公敌在这里列出 所有全世界死于传染病 这里头谈的是传染病了 是不是跟我们的老话不相干 所以我刚才讲那个例子 是希望你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跟另外一类人类健康的威胁切开 那是两件事情 所以在这里不谈癌症 不谈老年的记忆力的衰退问题 全世界死于传染病的人里头 有90%是死在现在要提的六种疾病底下 第一个是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我们随时都在感冒 我现在正在感冒阶段 今天我猜想我已经度过了烟囱期了 所以你们放心 前两天我可能还在喷发病毒中 今天大概应该是安全了 感冒有一般的感冒 有流行性感冒 还有什么我们最担心的潜流感 是不是 这些流行性感冒 易于突变的流行性感冒病毒 持续以不同的形态出现 因此每一个流感季节都需要生产新的疫苗 有些症状比较温和 但是有时候可能致命 历史上有三次特别严重的流行 1918到1919全球的大流行 那一次的流行至少有两千万人被夺走性命 1918是民国刚刚成立没有几年的时候 国父说中国有四万万同胞 全世界大概是20亿人口 20亿人口里头有两千万到四千万左右 死在这场流行性感冒里头 你可以想象那种情况是如何 在那个阶段拍下来的照片 都是巨大的礼堂堆满着病床 所以大的建筑物都被改造成为临时的收容所 去把病人集中在里面 全世界死了两千万到四千万年 二次世界大战是多残酷的一次战争 大概死了三千万人 毛泽东杀了大概另外三千万中国人 然后流行性感冒大概也夺走了三千万人的性命 所以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那么另外还有1957到58 然后1968到69 前几年大家流行的那一 担心的那一新的来的一波 他们是说好像有一个周期性就要来了 这些都是猜测 但是其实我们随时都处在那样子的威胁底下 因为你知道这些流行性感冒的温床在什么地方呢 在北极的湖泊里头 我打个喷嚏在我感冒的时候 我的病毒随着喷嚏跟口水飞溅出去 它在物体表面上可能几分钟就死掉了 谁死掉 病毒死掉了 因为温度高 很多病毒寿命不一样 但是大多数的这一类病毒很容易就死掉了 何以每一年我们都处在流行性感冒的威胁底下呢 因为有大量的候鸟在夏天的时候是住在极区的湖泊沼泽里头 那里头底下的水中年是冰凉的 那些给鸟造成传染病的病毒整年是活在那里 它没有死掉 所以每一年当那些候鸟南飞在秋天的时候 南飞的时候就把他们身上带的病毒 脚上带的病毒 粪便里头的病毒一路就往南迁波 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讲过 这些鸟可能飞到了基隆里头去 飞到了鸭舍里头去 然后把它的病毒传给了我们的家禽 然后家禽的感冒病毒可能传给了猪 这个是共同的一条路线 然后猪又跟人住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中国西南人住的是什么 是高脚屋 高脚屋就是吊脚楼 他们住在二楼 一楼是挑空的 没有墙壁的 底下养的猪养的鸡 所以主人感冒了 把病毒传染给猪 飞鸟过来把感冒病毒传染给鸡跟鸭 然后这两个病毒在猪的身上混合在一起 然后猪会回传给人 所以在这个时候 禽流感 鸟身上的病毒 就有机会借这个方式进到人身上去 那么它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造成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没有办法去除的一个外来的微生物 那这一来我们就大量的暴露在这样危险底下 所以这是一个流行性感冒 它包含的年度的威胁 跟隔几年可能有周期性的大灾难 再来一个是HIV的艾滋病 在这里写着70%以上的HIV病例出现在全世界有十分之一人口的非洲撒哈拉山沫以南的地区 到那里你看到好几个国家几乎没有未来 因为成人几乎都死了 他们死在艾滋病上头 他们剩下的就是孤儿 所以那是一个绝大的威胁 每一年至少有三百万人死在艾滋病的威胁底下 一天一万人 这就是现况 腹泻大家以为没有问题了 但是有二十四亿人是活在没有适当的卫生条件的情况底下 霍乱一年可以多走超过五千人的性命 结合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 过去我们以为结合病已经消失了 我母亲告诉我 她九岁的时候 我的外婆过世了 我的外婆二十九岁就离开了人世 听说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二十九岁就死了 我的外公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死的 可能是四十岁左右 那么她死在肺结核上 在那个时候 台湾有很多人死在肺结核上 现在大家以为肺结核消失了 其实不然肺结核卷土从来 这是我们未来一个很严重的威胁 感染者在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 喷出来的结核感菌 一经任何人吸入 就可能在肺脏寒喉咙里头生长 1940年代发现的药物 曾经一度击退结核病 我出生在1953年 打击肺结核的药物在40年代发展出来 台湾用不起 所以在那个时候 还有很多人死在这个疾病上 但是最近结核感菌 开始发展出抗药性 重新出现的结核病已经开始反击 大家回头查科学人杂志 你会看到有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 谈发展肺结核药物的历程跟现况 你可以注意到病理学家们 药物发展学家们是多惊恐的 在面对结核病的抗药性 因为今天所有能够用的药物用尽了 还是不能够有效地灭除那些 已经有抗药性的结核病 那如果扩散开来 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挑战 在上个礼拜 中央研究院的李文雄院士 到申科院来做了一场演讲 他的研究工作之一 就是要发展出能够打败结核病的药物 他不是全世界少数的研究师在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很多国家 努力要发展的一个研究计划 因为他未来的威胁会非常大 因为到目前为止 大家几乎既穷 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结核感菌的威胁 虐急是蚊子传染的 那么40%人曾经面临感染的威胁 然后现在更温暖的气候 让蚊子繁殖的更快 叮咬的频率更高 在台湾我们大致没有虐急的威胁了 虐急的威胁在这些深蓝色的 深紫色的地带 但是我们面对另外一个蚊子传播的威胁是什么呢 灯隔热 对不对 那么你看到《报章》杂志的报道 温度的上升 让传染灯隔热病毒的蚊子再往北迁移 所以在这一来 它影响的范围会广 再来一个是麻疹 麻疹一年侵袭超过3000万人 大概有90万人会死在这个疾病上头 所以在所有可以用疫苗来防治的疾病 造成儿童的死亡案例中 麻疹是头号的凶手 我们先在这里暂停一下子 我做个调查 在座各位打过这一次H1N1疫苗的同学请举手 我暴露在一群很危险的同学中间 还是去打一打吧 这是一个科学的产物 如果你对它教育倾心的话 这个代价可能是很大的 好吗 虽然这个病毒好像不像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危险 不过它的发病比例在你们这个年纪是特别高 然后以那样子算法的话 以前的流行性感冒耗发在我这个年纪跟比我大的人身上 那这一波是针对你们这些人过来的 虽然它的死亡比例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高 但是你知道它跟感染我们这些老头的流行性感冒 是一样高的比例甚至还高一些 过去超过60岁以上的人 几乎都是免费接种流行性感冒疫苗 这个讯息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座各位你们不去打的话 那就是一个错误好吗 你在跟自己开玩笑 所以这个事情请大家认真面对 我们来看看艾滋病 这是回到刚才上个礼拜的那个话题里头 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一个我们身体里头的免疫细胞 叫做T-cell 我们细胞里头身体免疫系统里头有什么 有B-cell B-cell是产生抗体的是不是 T-cell是扮演很多角色的 T-cell是免疫系统里头的核心成员 然后你看到的那些紫蓝色的 是从这个刚刚被破坏的T细胞释放出来的HIV病毒 所以这是一张非常精彩的照片 让我们看到病毒从里头释放出来 这些病毒在感染的细胞里头 它的升值周期大约是两天 也就是它侵入了这个细胞之后两天 它就侵巢而出 把原来的细胞杀死 然后用这么高的数量释放出来 这是你课本里头的一个图 你还简单的回顾一下子 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方式 它的形态是如此 它有RNA 然后它有一个蛋白质的外壳 外头包裹着一层细胞膜 膜是哪里来的 是宿主 当它离开宿主的时候 所披着一件衣服出来了 然后身上带着它独有的蛋白质 这是我们身体如果要对它起反应的话 是依着这些蛋白质 启动我们的免疫系统来攻击它 但是今天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不了它 也许可以产生抗体 但是抗体的力量不足以摧毁它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困难 然后它进到我们的细胞里头去 怎么进去的呢 你知道它是被吞进去的 是不是 进去以后 它释放出这些独有的蛋白质 然后启发了一个特殊的反应 它的遗传物质是RNA 然后它有一个特有的酵素 叫reverse transcriptase 是反过来进行的酵素 它可以把RNA转变成为DNA 变成DNA以后 就变成单骨的DNA 接着复制变成双骨 双骨的DNA 就会进到宿主细胞的细胞核里头去 镶嵌在里面 然后它就处在那个潜伏器底下 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它 因为它已经深藏在我们细胞里头最核心的部位 等到它想出来了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想出来 显然这个宿主身体弱了 或者是今天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 它重新被启动变成messenger RNA出来 做出一堆它自己的RNA 做出它独有的蛋白质 接着包装成为外壳 有了外壳以后 就用出芽的方式离开它的宿主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HIV病毒 这一类病毒特别危险 就好像我们担心什么 前一阵子我们担心SARS病毒 我们担心感冒病毒 为什么 因为它们散变 它们随时进到我们身体里头去以后 就换件衣服进来 你原来的免疫系统根本辨认不了它 它换件衣服就是它突变了 为什么它如此的容易突变呢 就跟刚刚我们说少晒太阳有关系 我们的遗传物质是DNA 晒了太阳 紫外线会把我们的DNA打断 但是细胞里头有一个修补DNA的系统 是天然存在的 但是我们没有修补RNA的系统 所以当一个遗传物质是RNA的时候 它的突变是永远流传下去 所以没有一个校对的系统来修正这个错误 所以RNA病毒它善变得很 这就是HIV病毒发作的过程 那么我们来看看非洲的现况 你看看 这位14岁的男孩 他在哪里晒衣服 他在家里的院子晒衣服 但是院子里头有什么呢 有两个坟墓在里头 是不是 这是他的父母就藏在他自己家里头 那么非洲这些现象是严重的 这是HIV病毒的源头之一 星星 我们今天知道 过去星星早就有HIV病毒 但是在他们身上起不了作用 离开了他们到我们身体以后 问题才开始发生 因为病毒可以有多重宿主 但是它不一定发病 只有在特定宿主身上才可能出现问题 人类的HIV分成两类 一跟二型 适应了人类身体的灵长动物病毒 在非洲做研究的 纽约大学的灵长类教授是这么说的 虽然这些病毒也许在1990年代初期 就已经现身了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病毒什么时候现身的 用分子遗传的演化始终可以推论 是不是 它可能有固定的演化的步伐 当我们把过去曾经出现的病例找出来 看那时候跟现在的比较变异的程度有多少 外插回去就可能可以回到这个病毒 什么时候进到人类 什么时候演化出来 在90年代初期就可能现身 但是现在知道的第一个病例 是在1959年才发现的 但是大家知道的很少对它知道 一直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 它才突然爆发性的发展 自此以后性行为的改变 药物滥用的增加 国际旅游的蓬勃发展 跟政治社会体系的瓦解 都让它变成一个大的流行病 这是几年前的一个报道 那时候说艾滋病已经夺走了全球超过2000万人的性命 你问我现在夺走了多少人呢 大概至少夺走3000万人的性命 因为一年是以超过300万到400万的人口在增加 全世界现在身上带着艾滋病病毒的个人至少在4000万以上 所以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一点都不能轻忽 大多数死在青壮年的时期 死者留下的孤儿跟工作责任 已经是艾滋病最猖獗国家的沉重负担了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在1981年的6月 美国的疾病管制中心就发现了 男同性恋身上有不寻常的免疫系统的缺陷 那么到了1982年的时候 就正式给它的一个名称 叫做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 然后83年的时候 在非洲出现了异性链之间传染的艾滋病 那么法国的一个研究小组 发现它可能是一个身上带着 reverse transcriptase的病毒所引起的 到了84年的时候 美国的科学家宣布他们分离出了HIV病毒 然后到了1985年 全球所有地区至少出现一个艾滋病的病例 也就是它已经散播到世界各地 从81年第一个案例被发现 刚才说的1959年 是回到医院里头去找检体发现的 但真正的让大家知道的是81年 到了85年的时候已经如此了 到了87年的时候 第一个药物设计出来 叫做AZT的药物呢 或者在美国使用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早期的发展历程 然后我们再往后头看 1994年的时候 艾滋病是一个25岁到44岁的 美国年轻人的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然后艾滋病怎么传染的 一开始是从一个很特殊的社会角落里头开始 吸毒的人 打毒品的人 因为他们习惯于共用针头 所以这一来 艾滋病病毒就在这群人身上传播 接着在另外一群人 或同时在另外一群人里头发展出来 是同性恋的人身上 同性恋他们特殊的性行为是见血的 你知道钢胶是他们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底下流血是很平常的 血的交融就让艾滋病的就这样传播开来 艾滋病病毒怎么传染 接吻有可能但是机会稍微小很多 吃饭有可能但是那机会就更小了 是不是 所以你跟一个艾滋病病人一起同桌吃饭 你被感染的机会有吗 理论上是有 是不是 因为假如他口里头破了一个洞 艾滋病病毒从他的嘴里头 到了筷子上头 再到了菜上头 然后你又去夹那口菜 或他边上的菜 然后你的唾液也正好 你的嘴里头正好也破了洞 那这一来的话 那病毒可能这样传染 机会很小 但是最主要的来自于血液跟精液的传染 跟腺体的传染 那也就是在输血或者在性行为的时候 这样子的事情最容易发生了 所以这是艾滋病在这一群人身上 快速传播的背景原因 但是很快的有一些双性恋人 就把艾滋病病毒从同性恋 转移到异性恋者身上去 因为在正常的行为里头 渐血也是必然的 精液体液的接触也是必然的 所以呢 在异性恋里头也开始快速的传播 这是我们社会不同角落 这些性关系发生 跟这一些艾滋病病毒传染的密切关系 造就了些什么呢 艾滋病病人 这个病毒到身体来以后 它会快速的让你身体弱化 但是经常不立刻的杀死这个宿主 我们身上的免疫系统 压制住这些病毒的散播 这些病毒就被迫 在我们身上的特定的细胞里头 留存在免疫细胞里头 这场战争连续拖延大约打个十年 然后免疫系统越来越弱 最后你就死在任何可能底下 因为当你免疫系统丧失了以后 你身上原来就存在的 或者是临时感染来的寄生虫跟微生物 随时就让身体给彻底的瓦解 所以艾滋病病人是死在任何可能上头 一个小小的感染就可能离开了人间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 然后你也知道有无数的病人 我做了一些措施 来 谁可以救我 但是艾滋病病毒也会传染给肚子里头的胎儿 是不是 它也许不会穿过子宫里头的层层系统 直接送到正在发育的胎儿身上 很多病毒穿过不了 所以在台湾最平常在我们身上的病毒是什么病毒 曾经对台湾人健康造成很严重威胁的 现在大家出生了都要打的疫苗是什么 不是麻疹 B肝 是不是 B肝 在我这个年代 我在台湾的朋友 有好多好多身上都带着B肝的病毒 为什么 从他妈妈那里来的 妈妈是代元者 在出生的时候 我们从母亲的子宫里头出来 经过产道 我们身上是血 妈妈生殖的过程里头也是血 这一来血的交融 病毒就进到我们身上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从妈妈身上取得了病毒 这个病毒一进来 根本不会引发婴儿身上的免疫系统 因为那时候它的免疫系统还不周全 所以在发育的过程里头 它就把来自于母亲的病毒 当作它自己身上的一部分 所以永不排斥 它就变成终身的病毒攜带者 所以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有很多都是终身带着病 B肝的病毒的人 你知道B肝在我们身上 大概过个40年左右 50年左右 它就摧毁 攜带病毒的肝脏 然后造成肝硬化 然后让这个人最后很可能死在肝癌上头 所以这个是各位出生的时候 务必打B型肝炎疫苗的重要原因 是不是 那有了这个伟大的疫苗 你们身上带病原的人很少了 因为你有抗体 所以你去做血液检查的话 你会使B型肝炎的阳性反应 因为你有抗体 所以接触到病原的话 它立刻展现它的反应能力出来 艾滋病一样如此 所以当艾滋妈妈生下了艾滋宝宝 那你就知道不足为奇 他们能活到成年吗 机会不高 是不是 这是在非洲 你可以看到村子里头 一堆孤儿的现况 那么我这里有位罗同学 你暑假在非洲 你去的地方这个问题严重吗 不太严重 因为你去的地方不一样 艾滋病主要放在东非 是 没有听得很清楚 艾滋病病毒主要在哪里 主要在东非 在中非 你去的是东非 是不是 好 去年暑假 你是今年暑假去的 去年暑假我到南米比 是在西非 南非的西北角上头 南米比 在那里 官方的数字是说 有25%的人身上带着艾滋病的病毒 民间的说法是认为 他们大概有45%的人身上带着艾滋病的病毒 你可以想象 那个数字是可怕 假如折中 就说有35%人身上带着艾滋病病毒的话 那么你走进任何场所 有三分之一人身上带着艾滋病病毒 你明确知道他活不过十年 因为绝大多数都没有接受治疗 因为这个药物贵得不得了 在台湾还只有一两百人的时候 一两百带着艾滋病病毒的病人的时候 政府采购这些药物是花了好几亿台币 去采购这些药物去治疗那少数的人 今天我们的财政负担 在台湾的这些带艾滋病病毒的人身上 是沉重的很的 原因是这些药物都很贵 因为它研发费用很贵 因为它的制造费用很贵 更重要是这些药厂要赚很多钱 因为这是大家有钱的人 有钱的国家不得不买的一种药物 那对于这些贫穷国家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见不到的治疗的机会 所以在非洲当然就会有不同的 世界各地都在有不同的宣导 是不是 你要戴个保险套要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知识是不足的 我到南密比亚去 那里人告诉我 最流行的在当地的人说法是说 如果一个男人身上带着艾滋病病毒 或者他得了病快死了 他们告诉他说 你要解脱这个病害的办法 就是去强暴一个幼年的女婴 你就可以把这个病给移走 就是在一个知识教育不够好的地方 解脱这种病竟然有这样子古怪的想法跟说法 所以知识的不普及造成了这些病在那个地方持续的猖獗 这是泰国 泰国色情很泛滥 我到帕塔亚这个地方去 这个满街的怪异啊 你不知道哪里突然冒出了一群古怪的外星人 那些男人都非常的高大 长相都魁梧 然后鼓立鼓怪 我不知道从世界哪个角落冒出来的 集中在帕塔亚海边的街头上头 每一个男人身上摟着一个矮小的瘦小的泰国女子 所以泰国我们说它观光业很发达 其实有好多的观光业的基础是建立在这些色情交易上 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 他们的艾滋病当然很严重 但你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让这些军人们去参观一位得了艾滋病死亡的女子的身躯 然后来看看说艾滋病有多可怕 然后该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知道我们华人科学家里头有一位何大一 是被大家赞美的艾滋病的终结者 到今天他的声誉还是非常的崇高 他主持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所 何以何大一很伟大 原因就是他设计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鸡尾酒治疗法 为什么艾滋病需要有一个鸡尾酒治疗法 什么叫做鸡尾酒治疗法 来 知道的同学表示意见 来 大声说 用很多种药物一起治疗 何以需要如此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变异 很多种艾滋病病毒 很多种艾滋病病毒 好 基本上就是如此 但是我们要把它讲得更细一点 是不是 你想想看 一个人得了艾滋病病毒的感染 他大概就是来自一个对象 所以理论上进到他身上的艾滋病病毒 就是一个类别 但是到了他身上开始繁殖 他两天繁殖一遍 突变的数率大概多少呢 大概就是一个世代 十万个基因产生一个突变 在我们人类 我们自己产生突变的几率就很低了 因为我们一个世代是二十年 现在你们把它推到三十年了 然后我们身上有两万多个基因 所以十万个基因一个突变 在我们的一代下头 我们还没有产生一个突变 但是对于那一些快速繁殖的 微生物或病毒来说的话 那个世代时间是很短的 艾滋病病毒大概是两天 你知道大肠感觉二十分钟可以分裂一次 所以那些突变累积的速度就很惊人 我们每一个被感染的人 就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岛一样 所以一个艾滋病病毒进到一个人身上 跟另外一个人怎么样就隔开了 它在一个地理隔绝的状况底下 它走出不同的演变演化的路线出来 这是一个事实 你药物进去了 假如是一种药物 以课本介绍的一种药物的话 这种药物它是模仿我们制造DNA里头的 DNA有四种核甘酸ATGC 对不对 它仿冒是锡 然后让病毒误用它 变成它的RNA 然后它就不能够正常的复制下去 所以等于是从根底让它错误 但是这是一个多好的办法 但是无效 因为课本上有个图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 大多数的病人两个礼拜以后 就演化出几近百分之百 抵抗这个药物的能力出来 所以这个药物可能很贵 可能花很多时间研发 但是用到一个病人身上 它迅速的让它身上的病毒量 大幅的降低 但是只要有一个病毒还活着 几天之内它就占据全身 它就变成主角 它就变成唯一的 那这就是一个消灭不了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需要好几种药物 它也许放了三种四种 在它的鸡尾酒里头 因为一个病毒要同时演化出 抗拒三四种不同药物的机会 几乎维护气味 是不是 对付一种很容易 对付两种已经很难了 你放三种药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可能可以成功 今天 因为我在美国行医的朋友告诉我 说艾滋病在美国基本上是控制住了 因为他们的医疗体系 对于穷人是很残忍的 你在美国没有参加健保的话 那很凄惨 住院一天可能就要给你一万美金的住院费的账单 在美国生病没有医疗保险 那简直是苦不堪言 而且它没有全民医疗 所以有不少的穷人在美国根本生不起病 所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你想要有很好的医疗去感染个艾滋病 因为那是一个很彰显的疾病 政府百分之百的要治疗它 所以他们花费很多的资金 来照顾这些艾滋病的病人 因为很危险 所以这些病人得到很好的照顾 现在的药物越来越发达 所以基本上在美国得个艾滋病 你只要正常医疗的话 那些有效的药物可以让人活超过十年 甚至到他真正老死 也就是没有办法把艾滋病病毒 彻底的从人身上移开 因为你知道移不开的 它就在细胞核里头 但是它可以防止它出来 那这一来的话它就可以健康的活下去 不过这个代价非常的高 要找攻击艾滋病病毒 是一件很严肃的挑战 研发出好的药物 会有很高的伤机出来 因为全世界还有一堆的人身上 带着这个病毒 一种来自中草药的成分 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新机制 渴望有效攻击艾滋病病毒的弱点 刚才我说过 最早的一个成功的药物 如果是模仿ATGC的C 让它去做DNA的时候 做RNA的时候做错了 那么它就不会有效的繁殖下去 科学家就是努力从它繁殖的这个策略里头 从感染的这个策略里头 去分别找出它的弱点出来 我在这里介绍另外一个弱点 寻找有效的成分 这个Policos的成熟抑制剂 研究开始在90年代的中期 当时波士顿生医公司 跟North Carolina的李国雄教授合作 李国雄教授是中原院的一位院士 在North Carolina教书 他从一些传统的中药里头筛选出 具有HIV活性的 抗HIV活性的化合物 而李国雄的实验室 在中草药当中 发现了一个具有成为有药物潜力的物质 这个物质就是滑木酸 它有些微的抗HIV的活性 当你知道有些微的以后 你就可以改造这个药物 让它更有效 是不是 你知道它的成分 你就可以化学修饰它 然后筛选出最有效的成分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药学家常常做的事情 他们怎么去对付HIV呢 你首先要从它的复制过程清楚的了解 当它在出芽出来的时候 这个病毒还没有被完整的包装好 它在这个要出芽的小包包里头 它需要有一种酵素来帮它做最后的加工 这个酵素是这种蛋白质 是在这个地方把它剪断掉 剪断了以后 外头的那一部分就变成了 这个病毒表面上头的 那个可以被免疫系统辨识的蛋白质 剪掉了里头的那一个呢 就回到病毒身上 去做出这一个蛋白质的核的壳上头 把它的RNA包在里头 所以这一刀是很重要的 这一刀剪下去以后 这个病毒就成熟的可以离开宿主细胞了 当你了解了这个过程以后 有一个地方可以切入 就是你找到一种药物 可以结合到这个地方上头 让这个碱子剪不下去 那你就成功了 是不是 剪不下去 这个蛋白质就没有办法做出核壳出来 那这个病毒就不成熟 它就不具足够的生命力跟繁殖的机会 所以这个药物就是PA457这个药物进到细胞头以后 它就卡在这个地方 这个酵素找不到切割点 那么里头这个就不会被切割 这个RNA就不会被正式的这个壳子被保存下来 和包裹起来 所以这种事情是设计出来的治疗 必须说是误打误撞的 对不对 你从各式各样的植物身上拿出萃取物出来 然后你去设计来去忙碌目标的去释放在你的实验系统里头 看到哪一个案例成功了 回过头去检讨它到底作用在什么地方 后来发觉是作用在这个地方以后 你去修改 让这个作用机制变得更有效更直接 那你就是可以真正得到一个好的药物出来 在植物世界里头 已经演练了几亿年的这件事情了 植物站在外头风吹雨打 遭受各种病虫害的侵袭 它们身上制造出无数的化学成分出来 那些成分就是我们用到治疗人身上疾病的最好的材料来源 那今天呢 从中草药可以得到这样的事情 那个李国雄教授自己就写了一篇文章 在科学人的上头 他说多年来我们已经从多种植物中 发现到各种其他类型的抗艾滋病毒的物质 这些物质可以个别的加以精炎成为 所以临床测试用的新药 总而言之 以医药化学的方法来研发天然药物用植物的活性成分 是开发新药最有效的捷径 所以这是开发新药的方法之一 我大概用了这些时间跟大家谈这个案例 重点它清楚地反映出演化生物学里头的重点 是不是 那我们用这个案例来跟大家谈这部分的内容 你可以在课本的几个章节的部分 把刚才我所谈到的故事串在一起 大概就是如此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 然后再继续 好吧